去记的深夜,一个细腰大长腿的不明生物闯入了一会儿人间 母子二人屏住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喘 眼瞅着不明生物步步逼近,母亲带着儿子急忙躲在了床下 不明生物紧随而至,翻箱倒柜寻找着自己的猎物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来玩 小正太由于患有自闭症,已经上小学了还不会说话呢 他跟外界交流只能通过手机里的一款语音软件 这一天晚上他突然发现手机里多出了一个恐怖故事的软件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长相极丑的怪物,怪物的名字叫Larry 由于长得过于另类,Larry经常受到别人的嘲笑 也没有人愿意和他交朋友 近况跟有自闭症的小正太几乎一模一样 Larry想跟同样孤独寂寞的小正太交个朋友 但由于方式过于的粗暴把小正太当场就吓尿了 小正太通过软件告诉妈咪家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但他妈咪认为小孩子睡觉磨牙尿抗作恶梦这都是标配 因此根本就没往心里去 他老爸更是不以为然 由于两口子没什么手艺,平时只能干一些粗活为止生计 一家三口的日子过的是相当的结局 小正太上课基本上不怎么听讲 只是自顾自的花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由于不会说话 他只能通过手机里的软件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这让同学狗蛋非常的不满 为了收拾小正太 狗蛋叫上小酱油和小雀斑 一起把小正太骗到了一处荒地 他们先是嘲讽了小正太的缺陷 然后把小正太手机给扔了 虽然语言老师使出了浑身的切数 但始终没能让小正太说出一个字 老师认为必须让孩子多跟同龄人接触才行 这样才能有助于病情的改善 小正太的老爸晚上在停车场职业班的时候 无意中在失误招领的箱子里发现了一部平板电脑 这时候突然阴风乍起 破报纸漫天废物 很快就拼出了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形状 新手机暂时是买不起了 老爸只好把平板电脑拿回家送给了儿子 小正太把平板冲上电 当他正在屋子里瞎折腾的时候 一个鬼影突然从屏幕上一晃不见了 第二天一早 那个孤独的怪物Larry又出现在了平板电脑里 并强烈要求跟小正太交个朋友 小正太一听可吓坏了 急忙把平板电脑放进了储藏柜 为了帮助儿子改善目前的状况 小正太的妈咪把狗蛋 小雀丸和小酱油请到家里过瘾 这仨凶孩子根本就没把小正太当朋友 狗蛋打开储藏柜 从里边拿出了那部平板电脑 然后开始念怪物Larry的故事 很快屋子里就出现了诡异的现象 所有的灯泡全都爆掉了 黑灯瞎火中 几个孩子通过屏幕 看到Larry从阴暗的角落里缓缓站起了身 为了证实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 不信邪的狗蛋壮着胆子走到了墙角 那张死沉死沉的桌子突然扑向了狗蛋 把几个孩子当场就吓尿了 几位家长围巡而来 当天晚上就把自己的孩子给借走了 转过天 小正泰的妈咪正在家换灯泡的时候 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这位大姐拿着餐刀在屋里到处下学 突然听到了Larry的回应 他认为肯定是自己的儿子下载了什么监视软件 急忙用胶布把平板的摄像头给站住 但Larry声称要把小正泰给带走 这下可把大姐给吓坏了 急忙到学校接走了儿子 这时候他突然接到了狗蛋老妈的电话 说狗蛋自打那天晚上回家之后 整个人就傻掉了 不仅不睡觉也不会说话了 小正泰娘俩来到狗蛋家摸情况 这时狗蛋终于说话 说这一切跟小正泰没关系 全是那个怪物Larry干的 小正泰的妈咪意识到这个家是不能再待了 于是急忙收拾东西 准备带着儿子去找他老公 这时候Larry再次出现了 他知道小正泰喜欢看海绵宝 因此还特意送给了小正泰一块海绵 小正泰的妈咪带着孩子来到老公单位的宿舍之后 会声会色的讲述了家里发生的一系列怪事 他老公显然受过高等教育 认为这都是由于他精神紧张造成的胡思乱想 晚上小正泰跟着老爸到停车场职业班 他拿着老爸的测距仪在停车场里测试 突然发现有不明的物体正在快速的向他靠近 他急忙把自己的玩具粘性手掌甩了出去 叭唧又粘在了空气上 不信邪的老爸为了向儿子证明这个世界上没有鬼 拿着平板电脑在厕所查看 但他可没想到身后的小正泰 此时已经被Larry举到了半空中了 当他透过屏幕的反光看到怪物Larry之后 急忙抱着儿子冲出了收费厅 大哥的脑子彻底乱了 两口子通过小正泰的话进行了一通瞎分析 认为怪物Larry跟人类目前还不在一个空间 双方虽然能够互动 但Larry无法真正的接触到人类 不过种种迹象表明 Larry一直在想办法进入到人类的世界 窗口似乎就是那部平板电脑 夫妻二人经过商量 马上就把平板给砸了个稀巴烂 小正泰的老爸晚上在停车场职业班的时候 手机上突然出现了怪物Larry的图案 说Larry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一旦进入到人类的空间 会马上带走一个新朋友 人党杀人佛党杀佛 大哥一看着心脏病差点犯了 紧接着Larry开始吓唬小正泰的老爸 他先是围着收费厅溜达了一圈 在对方的精神上造成慌乱 然后趁着小正泰的老爸开车逃命的机会 制造了一些惨烈的车祸 小正泰的妈咪很快就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当他想进一步打听一下细节的时候 被怪物Larry掐断了信号 接下来Larry用几十个电影片段中的台词 跟小正泰的老妈进行了对话 大致意思是 现在的人们每天只会盯着手机屏幕 而忽略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 人们变得越来越孤独 正是世界上的这些孤独造就了Larry 一旦你的手和Larry握在了一起 那么Larry就再也不会放手了 小正泰的妈咪一看算是彻底失去了理智 为了防止自己的儿子被Larry带走 他把家里所有的电器全给扔了 包括墙上那个用膨胀螺丝固定的死死的大战士 说实话要是没靶子力气还真弄不下来 Larry一看这位大姐敢跟自己玩阴的 于是也就不再客气了 利用扔到院子里的那些屏幕张牙舞爪的就钻了出来 然后走进屋里开始寻找小正泰 娘俩一看急忙钻到床下寻找机会 由于Larry只能通过电流线身 如果没有电就彻底玩不转了 因此小正泰带着妈咪跑到了远离电器的皇帝 可他俩万万没想到 小正泰之前丢的那部手机正好在附近 Larry借助手机的电量再次追了过来 娘俩一看大事不好仨子就跑 最后在树林里被Larry借助了 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 小正泰的妈咪跟Larry握了手 然后被Larry无情的给带走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惊吧 亲朋好友一大桌 彼此居然没话说 人人低头玩手机 刷完美女刷帅个